大家好,我大强 今天来到了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的大田市区 那么大田市区是位于深圳的龙岗区 始建于清朝道光1825年 目前也是深圳非常有代表的典型客家唯物建筑 现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大田降座文化村的路口 这里还看到有一个文化村的导览图 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上面是分了两个部分 红色的是代表大田市区的板块 而蓝色的就是旁边的文化村区域 现在走进来之后 左边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大田市区的房屋建筑 我先从右边这个路口带大家进来参观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一些商铺 这边还有一个招商接待处 不过现在都是关着门的 这里还有一栋民宿 装修的也是非常有特色 我进来民宿给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间房啊 问一下 这里还有一栋房子 它的外墙是全部采用这种米白色 叫施家小院 进来看一下 看看这里面的环境宅 外面还有一个院子 这边摆了一些凳子 里面是前台 这应该也是一个民宿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灯 环境不错啊 我问一下这是民宿吗 这里是餐厅 餐厅是吧 好的我看一下环境 是在包房里面吃饭吗 包房有滴销 客厅是在二楼是吧 好的我知道 这后面还有一排不过都在装修 现在目前也没什么看的 在这个文化村的后面还有一个公园 我看一下叫什么 陈园圣社区公园 这后面环境还是不错啊 很适合中老年人在这里活动 也是鸟语花香啊 这里看到的是一个青八叫月亭 现在因为是上午啊 没什么人 这里应该是到晚上会比较热闹 这个门就是进入大田市区的路口 在旁边还看到这里有关于大田市区的介绍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那今天是周一啊 原则上是闭馆不允许进来的 刚刚找他们领导 特意通融一下 所以主要是进来做宣传拍摄 所以他们就拍了个放行条 大田市区呢 也是深圳众多客家古村当中 比较突出的一座 我们可以看到整座市区呢 面积非常大 现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属于 这个门口的广场 这里是大田市区里面的洗手间 看一下 这个洗手盆都是做的古色古香啊 三堂二横一围的皇屋建筑 正面开三门 中间写了大田市区四个大字 我们现在往里面来看一下 进到里面来之后呢 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田市区的简介 这边是以前拍摄的照片 这是门楼的四个字 这边还有一些房梁的照片 这里还有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 关于大田市区修缮前的样貌 这些照片看的都是秀极斑斑啊 地面上全部长满了草 房屋呢都是已经荒汇了很多年 让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 还有上面 现在修缮完了之后呢 完全是昏蓝一新了 这里几张照片就是修缮好之后 现在的面貌 现在进入二进门 这上面看到有一块门楼牌匾 进来之后呢 看到这边也是有一块非常长的大院子 其实这边的结构跟平山的鹤虎新区差不多 走过那边的院子比这边可能稍微大一点 这是三道门 一门市家 进来之后又看到有四个字 古训世事 上面写了关于大田木座博物馆的一个前沿介绍 这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天井 老祥 看完颠个赞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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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